全球的华人同胞,台湾同胞,大家现在好 就在今天,台湾人民通过手中的选票 教训了民进党执政当局 我觉得这次选举充分地考验了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 首先,我要祝贺台湾人民选择和平 也再次祝贺,无论是民进党当选的,还是国民党当选的,还是民众党当选的 这些人物,或者是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者是里长等等 我首先祝贺他们 这毕竟是人民的选择嘛 首先,我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尊重民意的 今天呢,我看到了很多台湾媒体对这个时政的分析啊 各自有各自的观点 但是我想,我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台湾人民还不能够进行放松 特别是台湾的蓝影,还不能进行一个放松 不要以为这次选举是台湾人民给民进党的教训 错,台湾人民是从来最爱的那个党,就是民进党 那么这次选举啊,其核心根本不是人民想教训民营党 其核心就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整个世界经济,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不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蔡英文当局执政六年以来 那么普通民众 对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啊 有一些相对的一个反感 或者是相对一种剥夺感 感到不公平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达到所谓的全部的就是讨厌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我认为还是经济 我想台湾人民如果收入好 每个普通老百姓收入都提高了 都有稳定的工作 他不可能就反对民进党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大的一个经济环境呢 这一次确实是帮助了国民党 当然我这里不是要替民进党说什么好话 所以说啊 我想南英还是要一个清醒的偷了 特别是南英的选民 不是你们国民党的人 有多优秀 那么在我看来的话 这些人并不是所谓的多优秀 这些人都是利益集团 都是既得利益 有多少人能够代表普通的年轻人 年轻人这个阶层 都是官一代 官二代 都是政治家族 老子当了官 子女也来当官 老子当了议员 子女也来当议员 干了一届还想干两届 那普通台湾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 那我们这次 我们来看这个台北市的选举 本来啊 我个人以为啊 是黄珊珊 因为说实话 黄珊珊 这位候选人呢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她的有些理念呢 我觉得 她是真正的为台湾的年轻人 去着想的 但是在台北这个城市 蓝绿真的是盘根错解啊 这一次 都各自归队 所以说 国民党的蒋 蒋万安 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今天晚上 我在网上跟网友聊天 他们觉得要 多数学好一点 你 你蒋万按照这个选票 你百分比还没超过51的嘛 对不对 那 那另外两个 第二名第三名 他们一加一 是大于你这个一的啊 所以说 我觉得2024还有 还有很有看头 在台北这一句 经济不好啊 让年轻人很难过 买不起房 住的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投票也没有积极性了 像这个疫情 所以说 来影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那么第二一点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蔡英文呢 仍然手握战争的钥匙 那这次选举啊 表面上看 是民进党输了一些 这个 所谓的 地盘 我们把它叫地盘 那么这些地盘啊 你仔细去看这些 亿元的这个数量的构成了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 他们 不是大数 也不是所谓的产数 他们的这一个 地方上的这个 特别是 亿元这个层级啊 这里面很有窍门 我看有些都能达到50% 或者是 接近50%的亿元的数量 我觉得他们势力还在 那么2024 他们会不会换 换一个话题 办事回朝 那么国民党会不会 长期陷入这样一种环境 那么民进党 民进党在 所谓的中央执政 国民党在所谓的地方执政 一个管中央 一个管地方 会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 长期的格局 大家思考一下 那这个格局啊 我觉得 对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大陆非常麻烦 对中国大陆 那政治上 你向美国靠拥 你经济上 你向中国大陆 要向台湾输血 这个东西 我恐怕 我觉得大陆也没有余粮啊 当然 我的预估 大陆还是会 某种形式 还是会向台湾输血 这个叫政治订单嘛 只要民进党 所谓的中央放行 我觉得台湾的这些 难以的现实 还是有一些会选择在大陆 来卖 至少还是会卖农产品 那么这个彻底有点远了 那么我说 蔡英文手握战争的钥匙 实际上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 它可操作的手法还挺多的 特别是在当前 中美竞争这个局势下 它会不会去配合西方 来遏制 完完全全彻底的来遏制 中国大陆 会不会像泽连斯基那样 就把台湾的利益出卖了 大家都知道啊 蔡英文是无牵无挂呀 现在 它反正是第二人了 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他们民进党这些网军叫嚣 或者是这些民意代表叫嚣 签订不投降承诺书 我说你这个不投降承诺书 你是在岛内也可以签订不投降承诺书啊 你在海外也可以签订不投降承诺书啊 你自己跑到海外去了 也可以说我不投降啊 所以我直接说了一句 来一句更狠的 不逃跑承诺书 不逃跑 敢不敢死守台湾 你只要敢承诺 我死守台湾 我不准备逃跑 我不准备流亡 我放弃流亡 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这个血性 有这个胆 胆破 破例 我真的是服了你 我也佩服你啊 尽管 政治理念不一样 我还是得佩服你 所以说我前面祝贺 这些当选的这些人物啊 无论是蓝的绿的 我都要祝贺你们 因为这是你们民意的一个体现 所以说我是觉得 蔡英文呢 她的很多选择 会不会停而走险 希望台湾人民把她盯紧一点 不要放过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